轿车旁地板上留下行目的红色喷漆 放大画面看 上面的字竟然写着大大的me too 再往前走一点 就连车道斜坡也有相同字样 一样的字体地点 竟然是在新北市消防局的大门口 在消防局门口好像有点奇怪 莫非他是被消防局里面的人 怎么样 要不然怎么会选那个地方 那干嘛不选别的地方 而且消防局门口应该也有监视器啊 喷漆的位置跟写下的字 在敏感时机点起人一斗 警方掌握喷漆的嫌犯 是一名年约28岁的女子 她当时独自一人来 难道想诉求什么事情 重回事发现场可以看到 地面上已经通通都被清理完毕了 新北市消防局花了整整快要六个小时的时间 才把地面恢复原状 原来林姓女子两年前 和新北消防局一名分队长的儿子交往 但双方常为了感情问题抱口角 许姓前男友提分手 女生不愿意 19号早上趁大家上班时间 车来车往拿喷漆罐 在消防局门口泄愤 事后经查原来已经不是第一次 没地方出口找那个出口 只能这样想 要不然的话你就去报案就好了 如果你背心招了 你就去报案 对此新北市消防局则回应 虽然是对上分队长的儿子 但他并非消防职员 也不打算提告 近来全台迷途风暴延烧 消防局门口醒目的喷漆 尽管初步调查无关性骚 但还是引发讨论 三线新闻正常人 陈廷辱新北冲报导 知没有变过不见了 否认三线远烧 有种 ж轻二飓 白方面来自找到了 具下